這條魚真是很脆的 這條魚 歡迎大家收看K.O. 阿佬 我是史丹利 大歐蘭古巴 是由昨天18號開始的 今天是19號 星期六 約了朋友去一間叫做 Bourleville Kitchen & Obster Bar 聽說這間店是全溫哥華最佳海鮮餐廳 或者是全溫哥華二十二大的最佳餐廳 今天就會走出去單趟 我這裡過去35分鐘就不太久 試一試看看這間店 平時就吃不起來了 今天來講參加了大歐蘭古巴 其實只是45元 45元已經是最高最高的價錢 有15元、25元、35元和45元 質食當然一定要吃最貴 不是說有錢還是沒錢 因為平時吃不起 因為你進去 連菜餐都看不明白 那些就適合我了 因為我不吃 這次會特地去這個 Bourleville Kitchen & Obster Bar 在這個Downtown 會試一試 最貴的就是45元 包三個Course 到時候就會知道 希望一會兒 不明白的就是 拿Google Translate 沒有辦法 連名字都不懂得讀 那些 這次就會去到 那現在我們就準備出發了 天氣很冷 現在出來了 那就是這間餐廳 現在就到了 坐了一間餐廳 因為不夠時間 就坐在這裡喝東西 原來這間餐廳 就在Sultan Place Hotel下面 所以連接著 背後是一個酒店 所以這間餐廳就比較漂亮 平時呢 還有一些Signature Cottels 就在這裡 都有 多少錢 十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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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到 找到位置 那現在呢 就 選擇東西吃 好 現在看看有什麼吃 這裡是Appetizer 有三款可以選擇的 另外呢 Ming's menu 也是三款 Dessert 就兩款 有三款 你喜歡吃 對 我們要吃 這是 Wagyu 對 這是 Wagyu 對 是 謝謝 你怎麼看 我們要吃 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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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很多不同 鱈鱈 那是 西方的 那是 $4 小朋友 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 菜單都想吃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另外呢 就叫了一些蠔 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 挺漂亮的 試一試 看 是不是新鮮 我很少加醬 我覺得是 加一些檸檬汁 就算了 當然是鮮味 不是 不是 有一個 這個是 新鮮的 新鮮 試一試看 不要放在旁邊 就這樣試一試 先試一試 先試那隻蠔 這裡的蠔真是新鮮 不是開玩笑 什麼醬都不用加 海水味 真的仍然響得好 一口那一下 就完全是海水的咸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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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沙律 真的 它擺成這樣 我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開始吃的 其實 Tuna呢 點了兩套 其實是對的 我覺得我們 是對的 我覺得是對的 最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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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紅菜頭湯 但是那三粒是甚麼 你看看 真的要試一下 真的 這個Tuna真的 真的好吃 不是開玩笑 那塊薄脆才好吃 剛才應該要看看那個菜單 喂 剛才 試一下那粒是甚麼 酸酸的 是紅菜頭湯 試一下 這頓真的很有驚喜 這塊是 甚麼 山楂餅 我試一下 真的像 我試一下這塊 這塊是甚麼 這塊不是番茄來的嗎 不是番茄 這塊是番茄來的 謝謝 這個番茄 這個番茄 真的煎得很漂亮 你看 表面又脆 很漂亮 另外這塊 就是和牛的麵豬燈 真的要試一下 和牛的麵豬燈 哦 在底下嗎 多士 來的嗎 不知道 就試一下 這塊 這塊 是甚麼 和牛的麵豬燈 真棒 這個和牛的麵豬燈 正式來說 叫和牛的麵豬燈 再配上這個 薯仔切片 炸了 真棒 這個麵豬燈 真的煎得很漂亮 那個皮 真的要試一下 這個魚 真的 好水 這個魚 可以啊 這個是 有些甚麼在表面上 這是不是 炸魚皮 好像 有關水準 但是剛才那塊你一定說我焦 如果我煎的話 如果我煎的話 嗯 其實不是啦 是很好吃的 看不到 看不到 你吃到是好吃的 不要 我看到你剛才叫我煎 但是你是沒有 剛才煎 大廚煎你就說 好吃 我煎了 焦了怎麼煎 吃到最後了 差不多幾兩小時了 然後就到甜品了 兩個 只有兩種選擇 這是甚麼 檸檬塔 檸檬塔 另外一個 chocolate mousse 好了 今晚吃完這一餐 就大概 現在都差不多 已經11點半了 非常之特別的 因為呢 每一樣東西 你吃完落口之後 其實你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這個就是賣點之一 當然 那所以就 我覺得呢 就是來這些地方 試呢 其實這個也是 可愛之處 可以連菜單都不用看 其實 因為如果你人多的話 就每樣都喊 喊完之後 大家分享一下吃 可以知道 那個 味道如何 有甚麼特別 有些材料 你再塗 原來發現了 其實你從未見過的 而當然 來到這些餐廳 他們有自己的棒櫥的方法 是比你平時 你在家裡自己煮 煮不到的那種 那所以呢 就 很值得 其實現在再想想 有沒有第二間餐廳 可以再試 昨晚呢 就因為太晚了 因為我去到吃 基本上已經是8點45分 再等了15分鐘 才開始吃晚餐 那吃得來 已經差不多 11點半了 回到家了12點多 無謂再錄東西 錄不及了 那林已經趕著 就開車走人了 所以就一早起床 才慢慢再錄出來 給大家去 回顧這一餐呢 是有多棒的 就去了一間叫做 Beautiful Kitchen & Obster Bar 一個很美麗的酒店底下 開了好像 2014年 我昨天好像見到的牌 很新的 其實2014年 也是幾年而已 那麽 Fried Dining 真的有很少機會去吃 那他人很便宜 哈哈 因為Fundmate Fried Dining 很多時候就是 吃完之後 你自己都不知道吃什麼 哈哈 其實他所說的 不知道吃什麼的意思 就是 不是說你真的 好像分子料理一樣 又完全不是 但是呢 他們所用的食材 你自己真的 是平時呢 你在超級市場 都很少買到 就算你現在 在這個外國地方 你也是 未必在這個 普通的超級市場 可以買得到 他們那些食品的 就是他們用的 菇 從來都沒見過 或者他用一些 叫做 芋頭類的東西 也都是 平時 不會有機會買得到的 這樣 那昨天都可以試得到 那當然 賣相 就擺得很漂亮 所有東西都做得很精緻 那你說 給多少分呢 我想呢 10分來說 可以給到 8分 那還有那2分 其實有很多東西 需要改善 始終這個 Francouver 這個節日 可能令到他們 工作量加速了 其實譬如 擺碟 那些東西 可能有待 再改善一下 服務其實都很好 因為我們比較多人和草 那 那 唉 其實他不過來也好 那我們盡量 自己 輕鬆一點 反而是 另外 就是有一個 主題目 是最值得欣賞的 就是這個 和牛的麵盒 他做得最好吃 真的最好吃 他在和牛麵盒 底下 加了一個 炸了的 薯仔 它是一樣 厚切的 那 就炸了一個 橫切面 就炸了薯仔 那再放夠 這個和牛的 麵盒 那另外呢 它燒得很好吃 而且很軟 我的朋友說 好像牛腩一樣 另外 就配了 好像鹹豬手那種酸 放在上面 吃下去 就是 完美 如果在加拿大和 Vancouver 比較少外出吃的朋友 其實就真的要好好把握 這次 戴歐Vancouver的節目 其實這個 就可以促進到 你和朋友 多點外出吃飯 和家人 又可以聊聊天 也試一些 平時你們很少吃到的東西 好了 那今集節目 就差不多了 這段算不算是Ford 那不要緊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記得 按個Like 如果還沒訂閱 記得訂閱 那好 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